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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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的方向里面有好几个脉络 我们如果知道谈话的方向的工作的脉络 比如说在感受的层次可以是一个脉络 我经常在感受的层次里面工作 一次问话就问20个感受的层次 所有的对话都在感受上面工作 那这件事情可能对一般的老师而言 你没有练习就比较麻烦 你们可能像我在做工作方面 如果下午有机会就让你们练习一下 如果我们要在感受的层次上面工作 你可以工作多少个回合 两个问话 你在生气吗 没有 你在难过吗 没有 那你有别的感觉没有 你就不知道怎么谈 对 但是我们工作的层次不是只有感受 但也有在观点 可是你们或者我们以前在观点上面 谈的都是我的观点 可是我们不自觉 像那天我的朋友去上工作方 去上基金会的工作方 不是我开的 是他们受我推荐去开 有好几个老师回来说 那工作方水水的上的不好 水水的就是 一天六个小时 自我讨论的时间大概就四个小时了 他们认为太水了 就是不够OK 然后我就去跟基金会的人反应了一下 基金会的人跟我说 不会啊 是他们的问题吧 你就发现原来 我们的对话语言里面都是在保护自己 我们很少去好奇 探索 那个对话里面 你不一定要在感受里面驻扎 可是像在应对学生的状况里面 像刚慧如说的 那些工作的要点 你只要懂得在感受上面 尤其是孩子已经呈现了某个现象 你只要在感受上面工作一点点 你就发现你的效应就非常的巨大 非常简单 那当然慧如老师是非常认真的老师了 我来台东 他大概是第一个邀我来的 这些年我已经看到他 我刚才跟他分享 他的自我胜负比较好 他以前太认真了 很多认真的老师都死在前线了 因为太认真看到孩子不符合期待 我就生气了 我不只生孩子的气 我生自己的气 我们培养一个老师好困难的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被指责 我们没有做好 我们就开始指责自己 我指责自己 可是我又没有意识 所以我发展出来的语言里面 都是在抱怨这个世界 然后我就再走不出来 所以你如果跟我对话 我们就很轻易的就能够解开这个结 这是我在学校的处理里面 在应对老师的效能 还有企业里面的效能 应该怎么样去运作 我最经常做的就是这个 那会务老师他本来因为认真 你知道认真的老师是怎样 有期待啊 我怎么会不期待我的孩子变好 那有期待就会失去脉络 什么叫失去脉络 我今天有期待你明天再违反我就生气了 而忽略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起伏上下的脉络 因此眼光要看丰富的层次 看到了他的脉络就知道我的运作是否是合一的 因为从孩子们的起伏的挑战 频率变长了 不那么频繁了 剧烈起伏更少了 这就是脉络 他就是资源 这些资源就叫做真相 一般的大人误解了真相 你好棒哦 你好厉害 哇 了不起 偏笑 你都不相信 这些语言孩子都麻痹了 他听了以后他发现他没有符合你的期待 第二天他又不敢来了 所以我刚刚慧如老师说 我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工作 当他符合了你的期待 我很久没来 我今天来了 刚慧如老师展现的就是有的孩子就是默默的不讲话 但是在慧如老师的身边 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已经感受到一个老师的爱了 可是我作为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这种人 你感觉得到吗 我从小失去爱 所以我就很麻烦 我是格格不入的人 我走到任何地方我都觉得 这个地方我不想待 你知道我很讨厌上的那种什么团体卡内机啊 什么那种课 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吆喝着 然后说我们要发展出心灵的力量 我告诉你 我到现在都没办法参加 因为我就不是那样的人 我很内向 我的那个格格不入的感觉 就觉得我好想离开这里 一堆人在这里唱歌 我就没有办法开口 我以前没办法安然 我现在就安然 我就比较安然了 我知道我怎么样去面对我自己 这样的孩子 我今天来到了一个老师的跟前 你知道我也是格格不入的 有些孩子 有些时候要跟一个老师连结 他可能讲话对了 就用三字经 擦的 老师 他的那个语言里面可能不带着礼貌 大人如果没有看到他后面的本性 不能够在对话里面点出来 所以我们的对话里面 除了学习如何谈话以外 我们可以学习有脉络的谈话 这个脉络的谈话 渐渐的你就熟悉 你就比较理解 我们来发展一致性 做不到没关系 像慧如老师很坦诚啊 他跟我说 慧如可以说吗 慧如说 他有时候跟孩子讲一讲 他说你明天没有来你就死吧 你知道这句话里面 孩子不见得会怕慧如老师生气 因为他也知道慧如老师 不会真的这么生气 但是这句话里面 云含着一个东西 我也没有办法 满足我自己 当我让你失望 我其实都没有做好 心灵里面的底层 他的感官 你如果善于敲脱 推敲 他是对自己生气的 因此我即使有机会 我就不太敢来 但是慧如老师说 他有觉察 有觉察先来没关系 先觉察 做不到没关系 他需要一点练习 如果练习是我 因为你们都是来做大场次的 我越小的场次 越来做练习就 因为慧如曾经跟我做过练习一次 在他们保桑果中 就是三个小时还是一天 我忘了 六个小时 一整天我们就带对话 可是那个对话 就会比较麻烦 大家的情绪就会比较多 可是你们听到我讲情绪 这里面关乎着一个东西 孩子的改变不是认知的 是体验的 体验的层次里面包含了感受 但是感受只是这样子发展 不会改变 他一定要有工作 二 内在更深的感受就是价值感 爱感 意义感 自由感 所以登大山我有了价值感 感受体验的改变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 那么你的对话语言就知道 我如何踩在哪一个改变的层次上面 让你有体验性 那这些事情就简单 好 各位老师 家长有没有问题呢 有吗 你们都私底下来问我 感受的感受跟感受的决定 是什么意思 感受的感受跟感受的什么 决定 在冰蛋里面 感受的决定就是感受的感受 什么叫感受的感受 因为这还没提到啦 比如说我有感受 可是我不见得就知道我有感受 刚刚我们说了我在生气 我就不觉知我在生气 我说我没有生气 这就是我不觉知 因为我的头脑 常常常年被大人的道理说 你生气就不理性 因此我选择忽略自己的生气 可是这个生气还在 他没有跑掉 如果更压抑的就是超理智 他就跑到了五脏六腑 那什么叫感受的感受 今天你重见死了 你来参加我的丧礼 突然在丧礼的时候 你的太太 传了一个简讯来 你得了大乐透十八亿 你好开心喔 可是你突然为了 在参加我丧礼的时候 感到开心 而觉得有点愧疚 因为你怎么可以 在丧礼的时候 感觉到开心 开心是你的感受 愧疚是你感受的感受 听得懂吗 你开心 可是你却认为自己不应该开心 所以你就有了一个愧疚感 我不应该开心 我感受的决定 我决定我不能够开心 所以我就有了愧疚 这叫做感受的感受 没有学那么深就不要管它 因为那个层次里面是我们在做 冰山个人工作的时候 推敲的部分 我只是把它带出来 很简单的让各位看 因为冰山的层次是让我 受益最良多的 如果不是这个 我不能够解决我跟我妈妈的关系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次物谈 我自己没有 我是跟自己对话 这条路走起来不容易 你们都知道我27到30岁 没有工作 吃过垃圾桶的食物 我痛苦到 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我不想来 可是我不会去死 因为我从来价值里面就不是自我放弃 所以我在我新书里面给孩子写了几篇文章 其中有一篇是改变 我要孩子改变的是那个不如 不如 我们常常觉得我是不如人的 我要他改变 我要改变另外一个语言 如果我们在对话里面给孩子放下来 他就会比较有力量 叫做我不会放弃的 我引用的故事就是那个 Change your word 改变你的字眼 改变你的世界 但是通常这个故事带来了 他后面就没了 我觉得老师可以在这个地方工作 我如何帮助一个孩子签订了他 我即使不如别人 我也不会放弃 所以我的心里面常年有一个声音 两个声音并存 我不如人 可是我也告诉我自己 我不会放弃 虽然我沮丧 我不会放弃 虽然我痛苦 我不会放弃 虽然我难过 我不会放弃 虽然我又失败了 虽然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人理我了 我孤单了 我不会放弃 我是在那个没有放弃的 内在叙述里面 得到了一点点的火花 站起来的 还有 我在这个前面 跟各位分享一个东西 萨提尔模式 我根本基本上 只有学专训两年16天而已 其他几乎就没有再学太多的东西 可是很多人都说 你一定有你的天分 有可能 有可能 我有我的天分 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 我在我的新书里面写到 我如果今天是一个19岁的少年 我没有学历 我可以跟各位说 各位小朋友 分享给你们 如果我今天跟你们一样大 我带着这样的意识进来 我认为 我一定不会饿死 我一定会做得很好 我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面 安身黎明 因为 格拉威尔的那个书 你们看过吧 《艺术》 《艺术》的书里面 写到了一个东西 Erikson 跑到了柏林的音乐学院 去帮他们做了一个 研究报告 小提琴家 分三类 你们刚才听过啊 A类 将来是音乐家 央民国际 B类 剧团里面的一个小提琴手 C类 做老师 他去做了归纳以后才发现 C类的小朋友 21岁 从5岁开始学到21岁 4000个小时 B类 8000个小时 A类 1万个小时 他觉得很好奇 怎么这么的平均 就跑去找职业钢签家 跟非职业钢签家 2000比1万 Top的都是1万 他就去研究了作家 研究了奇事 研究了好多的人 都得到相同的答案 因此我就开始回溯我的脉络 原来我在考大学的时候高中毕业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考什么 我本来要考器管系 我根本不了解器管 我又不喜欢数学 我根本不喜欢杀 所以我也考不到 结果大学考的时候是23岁 23岁之前我当兵两年 因为太苦了 我在军队里面写了六本日记 我认为我起码写六七百个小时 六本日记 因此我就开始认为 我应该可以读中文系 我对中文系有误解 以为他是当作家的 我第一志愿考上我的中文系 因为他有赵婷真讲学金十万 去了以后才发现是应届的才有 历届的没有 结果我去读了 索性我遇到了所有的 目前台湾的同代作家的 好多个人虚过呢 甘耀明、陈庆元 你们台东的董述明 董述明是我学姐 然后我就开始写作 334岁出的第一本书 我在宝平出的 所以我后来都没有离开宝平 是因为朱亚军 他对我非常好 所以我后来所有的杂志找我去 我都没有去 包括千字天象 我也知道他们的销量比较大 因为我敢念他 我们来分享这个 十年之中 我应该写起码四千个小时 我出了一本书 33岁我开始学三体的模式 我每天都在对话 每天都在看书 每天都在想 我包括我书包都在放书 我一个一年读一百多本书 三四十本是绘本 还有少年小说 我是这么认真 我觉得我没有一万个小时 我应该也有八千个小时 我在麦田迪老师写三毛局 那个孩子十七岁 不会英文 ABC不会 数学百位数惩罚不会算 我叫他去学打鼓 因为他很多的愤怒 他十九岁的时候 在淡水住的一个小房子 书里面我写到 有一天他开着车 跟着我 我问他你有沒有偶像 他说有 我说是谁 他说说你也不认识 我说你说说看 我真不认识 然后他就说 我就问他 你开玩笑的话 你多久可以超越他 他跟我说 快折半年 多折四个月 我说 因为他的鼓手 敬畏你认识他 对不对 你怎么会这么快速 你有在练吗 他说有啊 我说你练多久 说我白天啊 在家里面练鼓 淡水的小房子 练九个小时左右 十踢鼓 空鼓三四个小时 什么叫空鼓 我要搭捷运去学英文 我就这样打 你知道他后来 全球巡回公演啊 法国英国 日本 上海 香港 他后来跟我说 阿健我的偶像是Arch Enemy 我结合了我的开卡车 跟打鼓 我们全都结合了 我为他开卡车 我的同台演出 他甚至到台中来 爵士音乐节 摇滚音乐节来表演 叫我一定要去听 他的摇滚音乐 我根本不喜欢 然后他的那个音浪震的 我都跑到旁边去 他一定要求我在那里看他 因为他很重视我 后来打完了 他拿了两张CD给我说 阿健你出书齁 我出CD 书里面我写到 我问他 他怎么会有这么的努力 他只回答我一句话 这叫 当年我为了他去搬出来 带七个孩子一起住 他是第一个 他是我教育里面 最重要的挫折 也是我最开始了解 什么叫教育 因为他给我太多的苦词了 他跟我说 阿健 我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哦 原来我是真的是他的弱马董 可是我后来计算 如果打实体股跟空股 13个小时乘以365 4300多个小时 如果他都不间断 不用教孩子 一定要1万个小时 我要当个木工 我4000个小时一年 我就是个专家 我学英文4000个小时 一年我就是个英文老师 我如果更厉害 这是技术嘛 对不对 我只要1万个小时 我就是top 我只要埋头苦干 我就可以得到 但是这个地方还牵涉到一个 孩子内在的纷乱 他的压力 这地方我在那本书里面也写到 孩子的压力 他必须被引导 因此我带了几个引导模式 很简单的 让孩子们知道 他怎么样就可以 帮助自己站起来 所以当我在讲萨提文模式的时候 其实没那么难 你只要练习练习 很多人都给我很多的回馈 他们有很多的改变 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我想就很OK 好 没问题吗 没有 我就 剩40分钟我就讲语泰 都没有 你有我也不见得回答得到 别私底下问我 你没习惯私底下问 对不对 那个妈妈告诉我说 不准离婚的问题 我下午再回答 如果没回答再提醒我 我们刚刚讲的肢体姿态 你们可以跟孩子们 应对这个肢体姿态 好 你们听过的就麻烦你们了 语泰很简单 讲一次 听听看这个语泰 我都是这样示范 你现在在做啥 不然你现在是在做啥 听起来不舒服 对不对 因为这是指责的语泰 听讨好的语泰 你现在怎么了 嗯哼 好的 嗯 OK 嗯哼嗯哼 好 我要先跟各位分享 这种肢体的姿态跟语泰 跟一般的那种 企业形象的训练是不一样 我记得卡内基训练过一个人 这个人后来被带到电视台上 他可以轻易地用他的肢体的姿态跟语泰 他在谈王话 他告诉你那是假的 那意思是什么 我其实不能做我真正的自己 可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肢体的姿态跟语泰 他最后背后有一个最深的连结 这个连结是跟自我的情绪的内在的一致性做联系 如果你刚开始进来这个领域你不明白 久了你就明白 你听听看这个好好的语泰 是大家说要有礼貌的语泰 你们喜欢吗 苏丽喜欢吗 嗯哼 妹妹啊 乖乖哦 喜欢吧 还OK哦 喜欢吗 还不错啦 妈妈那我今天都这样演讲哦 好吗 太多也不行 太多也不行 怎么了 苏丽这样不好吗 啊 我都这样演讲好吗 刚刚那个妈妈说好听 可是她说用演讲不行 苏丽我都这样演讲好吗 也不太好 怎么了 为什么啊 很好啊 不错吧 这种声音很好啊 我很有礼貌啊 你不是很喜欢吗 你不是喜欢吗 我在挑战你们 我在挑战你们 非跟自己的内在连结的一致性连结 里面故意刻意创造出来的语泰 忽略了自己内在的感知 而去讨好这个世界 听久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烦 会啊 讨好的人就为你带来烦啊 因此一个老师 他是这样的声音 在课堂上面他很多的委屈 各位同学 你们把东西拿出来 我跟你说 他一定是最委屈的 他一定在这个地方常常遇到挫折 你是这样的妈妈 你的孩子都觉得你做到这个 你是个妇的 你会说我又没有怎样 你干嘛那么凶 因为讨好姿态的人 常常被人家踏在脚下 这就是我刚说 以前我们习惯用的指责 我们现在在开放教育里面 一贯一变变成讨好 不对你有五种叙述 你怎么只在指责跟讨好之间打转 你怎么没有在找另外的姿态 所以刚刚那是讨好 嗯嗯好的 嗯OK 那这是讨好 好第三个超理智 听听看 各位 我把它形象化一点 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讲教育 教育是什么呢 在100年前 Steiner 他发展的华德福教育 即使是南美洲的Ferrera 提过了一本书 受压迫者的教育学 喜欢吗 官员报告是不是这样 是吗 官员报告最常这样 然后官员的报告又很冗长 报告不完 不能跟你们讲 哎呦这有连载 那天我去一个教育局 教育处的处长在上面讲话 听听看他的讲话 下面跟你们的老师差不多 本来九点十分我要演讲 我九点钟去 结果到了九点半 他还没有讲完 我只有一个半小时 我就在前面睡觉 我想没关系 反正呢 他帮我吃时间 我就不用讲这么多 我后来看到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最有趣的 好我到这里报告完毕了 因为这不是我的时间 我心想知道了 怎么还不下来 我要在这里停了 我最后再说一句话就好 各位老师 你们不要贤劲 你知道什么有在贤劲吗 一个课堂数十分钟 你们不要休息二十分钟 都没有在做事 只是给孩子上课二十分钟 你知道吗 给孩子上课二十分钟 浪费二十分钟的时间 你们将来会下地狱 你知道 你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一年下来 让孩子们浪费多少时间 就开始讲了 好我本来不想讲的 我现在再讲一点点 你知道超理智的 本来我想说天哪 不是讲完了吗 我们根本没在听 因为大家很浮躁 你知道那种浮躁的感觉 可是作为这样的人 他其实是有好意的 他的好意是 我说了又说 说了又说 你怎么不能明白 这不是张爱玲跟胡兰臣吗 张爱玲因为了解她说 你说了又说 说了又说 别人总是听不明白 让我好心疼你 我不是她的爱人 我就不会很心疼她 这是张爱玲写岳辅师 说岳辅师来日大难口 我找唇干今日相见 借当喜欢 我就不想了解一个处杂 所以她后来离开了 在超理智的声音 内容 内容都是说教 我想要传达给你 过去的教养模式 跟课堂的模式 就是我要传达 所以学词答来了以后 开始变成了 把主动权放给了学生 这就不一样 打岔的老师 比较不专注 各位 如果 各位 这就是打岔 小孩子喜欢打岔的老师 一二年级小朋友 各位小朋友 把你的手举起来 日历冷气 怎么样 精悄悄 到了五年级 各位小朋友 把你的手举起来 没人讲 日历冷气 好白痴 因为她大了 她对于你这种儿童性的 语言的打岔 她根本不想连结 你就知道说 我们已经断了联系了 那么 一致性的姿态里面 你可以不要这样也可以得到 所以 在这个地方 语泰是重要的 那语泰 我最常提到的就是 那天我去西湖 还是拿这个例子来讲 那个西湖的美术老师 1500个人 他在上面管秩序 三年二班不要讲话 你们不要再说了 这就是老师 他的内在充满着焦虑 班级就会 整个大队伍就会焦虑 教官上来了 教官哪一管秩序最快 再示范一次 安静了 海啸 又没有脸痴 这不是以前的教官吗 可是他现在就人格分裂啊 因为在这个年代里面 孩子怎么会想要跟这样的人联结 死底下我就不爽你了 請你把你堵拌 看你一拌 不是嘛 这只是患得短暂 可是我们的大人 就会分享一个东西 是我如果不这样 孩子怎么会听 不 教官把麦克风拿给我 这1500个学生 我演讲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的安静 笑的时候笑得哀哩哗哗啦 然后马上回归安静 两个小时结束了 他们的美术老师来主持了 可是美术老师很有趣啊 他在这个地方问 各位同学好不好听 我心想 孩子能够说不好听吗 孩子如果说不好听 美术老师应该一定会这样说 怎么会很好听 那是你的讯息 你问人家 那你又跟人家说 否定人家 这好奇怪 我们的对话里面 没有真正的愿意去倾听的对话 只是想要听到我想听的 来自于这里 那如果是我可以一致的表达 应该怎么表达 表达我喜欢 各位同学 阿建老师的演讲 老师很喜欢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这就是一致的表达 你不会给自己自讨美趣 还在这里跟他 修大 结果孩子们就开始鼓噪 我们的老师说 你们要让阿建老师笑我吗 你们要让他 从原地来 跑到学校笑我吗 同学还是没有听进 把麦克风拿给我 一句话都没说 鸦雀无声 这个地方 你们大概很不能明白 小小到让一个人落泪 大大到在团体的能量里面 可是我讲这个 我很心虚 因为我也不明白 我只能告诉你 当我的内在安静了 宁静了 平缓了 我可以接纳这些东西了 我不会跟着他们的跳舞 起舞了 那么我的声音 所传达出来的 他就会比较安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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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